Photoshop的笔头全尺寸跟笔尖的切换是透过Caps Lock的快速键 这一颗 按了以后,按一下就切换,按一下就切换 那在讲什么东西呢?我们来看一下 譬如说我现在换这个,把它加伸工具,这个 压着不放,确定是加量,对不对 来,按着Caps Lock 有看到笔头了吗? 变量,Caps Lock就变尖尖的样子 那画笔也一样,我现在画这个,画是前景色,交换一下蓝色哦 开始画,对不对?按Caps Lock,它就变圈圈的 这样我才知道我描绘的点多大,不然这样,画一下哦,原来是这样 那当然这边可以调大小,调大小是按Alt键,按右键可以调 左右拖椅是变大缩小,上下拖椅是变圆弧 这个 不过这个 电脑比较不够力一点点 所以说按Caps Lock,我现在的笔头就这样 从这里画,Caps Lock就变加 一个点跟大小 按着Alt Alt键可以调大小哦 我现在跟你讲Alt是这一颗 这个可以调笔头的大小 压着往右拖曳 那Caps Lock是切换笔尖跟圆头 OK,笔尖跟圆头,笔尖跟圆头是这个 Caps Lock,按一下 按一下 这样我才知道我点下去有多大 这样就是点完才知道多大 Caps Lock,这样还没点就知道我要点下去多大了 按着Alt我可以调尺寸哦 我要小一点 左右是调大小 上下是调什么 硬度 看到硬度在变吗 硬度,硬度像这样,硬度等于0的时候就比较柔化了 周围是柔化的效果 那硬度如果等于100的时候呢 按右键 那等下请各位试一下 Caps Lock跟Alt的控制 先 DansCaps Lock 小吗 淘汰 可 对 码 小 它 小